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八丟鳥哥的節目 應該叫做 是啊 我們經常不記得自己的節目名字 是 哥哥很厲害 又有嘉賓帶上來 我們有美女嘉賓 大家好 我小時候就看他youtube 是啊 我也是 小時候已經聽過J.Lu這個名字 那些是一定接觸不到的 意思是怎樣接觸不到 就是你混血 美女這些是 那個超遙遠距來的 好像很遙不可及的人 就是你在街上看到 哇 那些就走過了 對了 你們出街會不會有很多人看的呢 應該是海涼的 很多人會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可能入便利店或者說廣東話 平時買東西 但他們始終堅持說回英文 就是他們混血不到 混血不到我是說廣東話 這些就是最搞笑的 也都試過坐地鐵 可能覺得我聽不懂 說我的衣服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說你壞話 不是壞話 通常都是 好的 很漂亮啊 那個女生的衣服 但她就以為你不懂聽 是啊 通常都會微微笑笑一下 這些就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那時候我就有聽過我的朋友 她和她的女朋友去日本旅行 她的女朋友也是有少許日本女生的感覺 然後在日本的時候 她的女朋友穿著一件和服 然後就有兩個香港的男生 旅客來的都是走過 嘩 好棒啊 日本女生 這樣 又是香港人 還要懂聽 對 你就會多一些這些經驗 是的 但是我也知道 我運去就是法國運香港 但是我去到法國 那些人就會變回覺得我是亞洲人 那就是我沒有帶 真的嗎 你的樣子已經是很外國 所以就是這樣 你們就會覺得我像外國 但是外國人就會覺得 You're Chinese, you're Asian 他們會馬上知道 那是有趣的 想不到他們會覺得你是亞洲人 因為你的輪廓很深 我們的認知就會知道 一看就是 嗯這些就是鬼妹仔 我會這樣覺得 但是他們一看就看出是混合 或者是亞洲人 不過我們回到最初 問一下 各個為什麼會認識J Lu呢 其實我不是認識的 我是小時候已經聽J Lu這個名字 然後就很仰慕他 然後就嘗試問一下J Lu的團隊 就說我們出版社很想邀請J Lu出版書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呢 然後就經歷過很多次的交談 因為其實你的團隊是超尺利的 是真的 真的超尺利 他們都會了解整件事是怎樣 不是很隨便說出書好啊 都要了解我們會怎樣做法 我們會出來見面會談 之後才成事 其實我是真的一個粉絲的角度 這樣就成功邀請J Lu出版書 那你什麼時候做了粉絲的 我其實是 我想是去年 去年 我也很差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很偶然之下 就是看到YouTube有條片彈出來 就是你和你媽媽的那條片 竟然是YouTube 不是IG 不是IG 我都會看得多片 但是之前不知為何我沒有接觸到你 然後我去年 還有我先生有說 有個女生挺漂亮的 她說廣東話很厲害 就這樣開始說 留意到那條片就覺得很有趣 之後就追蹤你IG 之後就看你的IG短片 很多香港人都是藉著那條片 跟我媽媽看過照片 你媽媽就覺得好可愛 好可愛 其實我肚子痛了兩個星期才敢問我媽媽 可不可以一起拍片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2019 雖然我搬了出去幾年 但始終說我是 content creator 想去全職 即是給一個傳統的媽媽 都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一件事 問她去加入我的頻道 她都會說是什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掙扎了兩個星期 然後終於問了她 都很開心 因為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因為很多人喜歡看 而且反映到很多人覺得 原來不是只有我媽媽是這樣 連這個鬼妹仔的媽媽也是這樣 所以都很有趣 是呀 這個是跟期望有落差 是會覺得 你媽媽應該會接受到更多的 或者她本身 可能她的心態已經是會 覺得這些可能性感一點 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誰知道原來都是偏傳統的 是呀 我都是 可能小時候想出街 然後穿一件背心 我都會穿T-shirt 出門口 就是要戴著自己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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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這樣 因為其實始終我家都是媽媽 可能你們都是一樣 是 是 媽媽說是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爸爸是傢伙 怎麼會這麼嚴密 都說 他都不關事 任何決定都 哦 這樣嗎 對呀 所以很開心有一本書 可以反映到 因為我第一次在文字上 可以這麼仔細地去講我的 upbringing 嗯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 學會這個 第三文化 我叫做第三文化者 Third culture 是一個比較新的 雖然不是一個新的 term 不過是一個新給人認知的 term 那可以在這本書 希望大家可以 understand到 或者 是呀 那法國人是怎樣的 法國人是怎樣的 而我在香港長大 認識 法國人是怎樣的 就是你爸爸的法國人是怎樣的 嗯 其實我中學就有讀法國國就校的 但是我也是讀 International Stream 代表都不是和法國人一起 嗯 嗯 我覺得 他們真的有自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Emily in Paris 我有 我有看過第一季 是第一季最好看 很多Stereotype 都是真的 可能他們 他們 真的會 襯衣是厲害的 啊 這一方面 我覺得不是 反而我覺得巴黎人是很casual 他們穿的衣服 穿得來很casual 很舒服 但是casual得來好看 這個才是最難的 我覺得 我覺得最煩的是 他們吃這麼多芝士麵包 都好像很超瘦 是呀 這件事是我也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浪費你 因為他們不喜歡吃炸東西 不是不喜歡 但那個diet是比較少炸東西 是 但我覺得 還有他們 時間那件事 是 確實的 即是他們 上班 即是遲到的 或者他們會 冷靜一點 真的 他們會覺得我們是 work to live 不是 live to work 即是不是生存去工作 是呀 真的 因為我以前有分享少少少 就是我試過打工那間公司 就是 叫做Bakara 那個稅貞公司 是呀 你知不知道 我在香港辦公室上班 他們法國那邊 是放暑假 整間公司是停止運作 我就覺得 很厲害 是呀 然後上學星期三 是 要是不用上班 要是半天 所以我讀法國就有效 我們也是按法國的制度 我們星期三是十二點半放學 那時候 嘩 很開心 聽到那些學生會聽到 是 十二點半放學 但是你是 以我所知 其實你小時候 都是在香港讀本地學校開始的 是 那我幼稚園 讀到小學 還有中學一年級 都是性心的 那 然後才讀國就校 因為要調教我的英文 我的英文 然後學法文 然後大學 就在香港讀 都是中國 那我都是選了 我比較 就是 不會肥的 subject 就是語言 那我就選了 translation 翻譯 所以都是學中文 就是中英 香港不能選其他 否則不夠學生 那就是你小時候 就讀回香港的小學 是 那你那時候的成績是怎樣 就是中英文 英文是不是更厲害 我這些 就是很typical的 香港學生 就是男學生 或者是 數學 常識 這些 明顯是高分很多的 就是英文是很明顯低分了一段 而永遠 每一次考試的時候 最掙扎就是英文科 這個是我的成長道路 我想始終 我在家裡 都是跟爸爸溝通 都是用英文 為什麼不用法文 是他沒有教你法文 因為我爸媽是用英文溝通 我覺得再插入另一個語言 都會太混亂了 但是他沒有借地教你法文 他有嘗試 始終我爸爸的耐性是小 有限的 有限 不是零 有限 他都會教我不同的水果 還有都有送我去每個星期一次的法國課 但是我覺得很煩 你知道 中國學校是要讀普通話的 其實這個小孩已經有三種 雖然我法文是認識的 也有一點 所以我們都是講英文 我想上學 可能英文沒有 我反而是數學差 其實很多時候女生 我都是數學差 我都是語言比較差 正常語言都是數學會差 因為不用你的腦 左右腦 那個是要取捨的 沒有語言又數學會差 很少 那就天才了 就不會坐在那裡跟你聊天 是吧 都會的 小時候都會用英文溝通 其實應該那個根底 或者本身對英文的自信 是會好些的 我想 那個自信真的進了國際學校 開始跟那些人每天去用 去說我才知道 因為始終你跟父母用的字 用字 那些詞語是有限的 不會說那些潮話 那些緊張的進了國際學校 所以都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 你會不會覺得 樣子會令到你說英文會容易 何來樣子會容易說話呢 投入了那個角色 例如 如果我 雖然這個情況應該很少會發生在你身上 例如我今天講英文 我講錯了文字 就是這樣 如果我是一個外國人 講錯文字 那不是更加更加更加 難道是這樣用的 難道是他沒有錯 因為一看到你的樣子 就覺得你英文應該就是一定對的 是啊 他根本就一開始 已經不會評論你的英文了 如果跟香港人的話 就是了 但如果跟外國人很尷尬 他明知道你說錯字 或者讀錯字 其實那個壓力好像會大些 所以我跟法國人講法文 我是很害羞的 其實 因為他們根本 就是我不可以做任何的錯誤 哦 但是法文你現在是 叫不叫做 是 溝通上 我會說 OK 但你問我 螺絲批 根本還沒有接觸過 是 就不知道 因為我有上網看過一些外國人 他是英語 他是母語 他就去學法文 然後他就去腎 就是為什麼法文是這樣 可能他有學其他的歐洲語言 可能他有學西白文 但是不是法文那麼複雜的 我覺得 比如說數字 是啊 有些人是狂 為什麼16和17不是這樣加上去 26加1 解放 90是讀8010 就是80加10 是啊 這些是很有趣的 所以91就是80 11 如此類推 但是你一學習就習慣 但其實法文我覺得最辛苦是讀法 譬如英文我們是Fanetic 你看到那個字 差不多是那個字 雖然有些字都不奇怪 西班牙文也很多人學 是因為更加Fanetic 比起英文 你真的完全那個字 就是讀那個音 但是法文很多 我覺得連法國人也有時候都會說錯 可能 聽詞 聽詞是很複雜 還有那個喉嚨聲 大家可不可以嘗嘗 哪些 我不行的 那些 有些喉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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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可能比較難把握 哦 這些人不是說捲利那一刻 不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沒有捲利 而且這個是天生的 你不能捲就捲不了 不能學 這個 是呀 我是不行的 我是天生已經學不到 OK 這個可以 那你注定要學 要學西班牙文 努力研究一下 開拓一下市場 哈哈 學西班牙文 那又要討論回你 小時候可能英國本身都OK 但是你有說是你曾經有chenglish過 是呀 我看過小時候的那些 home video 我很想看 他要找出來叫我爸媽 但是真的穿著小學的下服 Where are we going 還有一些菲律賓的口音 因為是光人姐姐 哦 都會 是呀 因為你近了他 會受了感染 是呀 然後我是 vegetable 我是真的說vegetable 因為其實我覺得小學老師都好像是這樣教的 是呀 就是orange 就是orange 是呀 其實是wednesday 是呀 最搞笑的 我記得因為我很喜歡 就是 那些片子已經看得出來 我很喜歡表演 是 就是表演者 其實小時候 經常都說 誰想上台做那些 因為我們是 catholic school來的 沒有要唱歌 或者上台那些 就是assembly的時候 我經常都 舉手說做 有一個我們是說英文的 然後有一個字是 就是Lama Island 那個island 我就是第一次接觸這個字 看到is 你讀了 我只是問老師是讀Island 還是好像是Island 然後我記得 很記得老師 但是兩個音都可以 哈哈 因為其實他也不知道 你怎麼那麼過份呀 如果老師怎麼會不知道讀 但是真的會 是不是很過份 我發覺 我長大了 理解了一些讀音 我想起小時候 明明老師根本就不是這樣教 其實很多老師 在發音上 都不是那麼OK 是真的 是真的有那麼誇張的 我有些音是去到很大 才知道 原來我小時候 一直學的東西 其實是錯 因為老師錯 我就跟著錯 這樣 但是我發覺 入了國際學校之後 練習多了 就正常了 是 幸好都很快 是 糾正了很多字 是 之後你有說 你現在還有 你總共有五個語言 是 是 因為入了國際學校 某個階段 他就會問 好像IGCSE 會讓你選擇多個語言 我就選了西班男文 很多人都說 其實你學了法文 你都會 那個距離會比較近 我都比較喜歡語言 我不會選 oh my god 沒有數學 我沒得不選 那我就選了西班男文 所以 西班男文變了我第五個語言 不過都是非常基本的 就是看電影 他們講幾個我會明白 西班男文是不是amigo amigo amigo 很好啊 我覺得學多些語言 我一去到外地就發覺 搞不定 如果那個地方去講英文是ok的 是 是 那始終英文是 in universal language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認識那個地方的語言 是會好很多的 那你去旅行 譬如你去西班牙旅行 那是不是很過癮呢 西班牙我都是小時候去過一 兩次 但是不是 他們講得很快 就像我們講廣東話 都講得很快 應該catch up不到 但我想我都是看電影的時候 或者看到一幾句 我就會覺得 看得懂 但是其實 但是你是認識了西班牙文之後 你暫時還沒有去西班牙 沒有 會不會 但是不會想去的嗎 可能讀西班牙文 你會學一下歷史 他總會用這些教 還是很日常的教 呃 他們那時候好像都比較 日常一點 我都不記得了 都差不多十年了 是 所以是 但是 你這些西班牙文 我想 我都是 始終講 practice不夠 對 你說得不夠 那條理真的會爛了 就好像你說 你聽到我講廣東話 都有鬼妹音 其實我 譬如 拍 今年拍了開電視第二季的 我們叫劉廣開參加八強 這次 譬如我拍幾天的話 我講的話就好像調整 因為那個 安全人 很密集的 然後回到家講英文 就覺得好像不同了 所以這件事很神奇 其實是很難同時間 但是那兩三種語言都是非常類似的說出來 就是一個日常的practice 我覺得 我覺得是 始終那個都不同 可能我是這樣 那有沒有影響你 或者是一個很大的好處去 那你小學其實不是很觸目 全班都是懷孕 我會很想跟你做朋友 因為很少這些同學 或者是反過來 反過來 你對 我可能是妒忌 我覺得 我本書也有提及這件事 就是小學有些少被人排斥 因為為什麼呢 是那些老師 有些老師 有些欺騙你 騙手 是 那些同學就不喜歡我 可能我都比較活躍 我都經常舉手 可能我真的都很煩 可能那些人就這樣不喜歡我 不過 我記得有一次 我本書好像有說的 就是聖誕 你知道聖誕聯峰會 我們一定有菠蘿腸 那些 我記得那個英文老師 在全班面前 只是送聖誕禮物給我 他其實會令到一些人 會是不喜歡你 就是這樣做 我都很無奈 我會很開心 收禮物 但是我才發現 你知道小朋友 我們現在長大了 當然會明白 是不收 但是那時候 你不會知道 會怎樣影響到 其他四十位同學 在你面前 看著這件事 這是其中一件發生過的事 所以你說有好處 有好處就是收了那份 那份 MISS的禮物 是毛巾仔 我還記得 小朋友收毛巾仔 什麼用 但是應該是有好處又有 有壞處又有的 我這些是有沒有好處又沒有壞處 所以幸好我性格 就是 都比較外向 那你外向的那個 是否在DNA 是法國人的DNA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妹妹是內向一點的 是 但她就像法國人 她白正 即是她再外國人 是 她像我爸爸 我像我媽媽 其實 除了我的鼻子 我的鼻子 是呀 太令人羨慕了 真的 是呀 但其實我是像媽媽 是 所以 即是妹妹就在外向一點 是 反而來向一點 所以 為什麼會 竟然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看過自己的性格是 樣子是像媽媽 那我的性格呢 我就是像爸爸 就是爸爸 就是我外向一點 即是很喜歡說笑話 表演 表演 很喜歡你現在有時也會有爸爸 之前有些片是爸爸 對 一點點 幾條片有她 其實很好看 因為 變成一家人就是 有你爸爸法國人 然後你媽媽很傳統 的香港人 那就變成 加在一起 就覺得那些片 是會 那個差異很有趣 我覺得是 是 但我爸爸就連 現在去泰國 現在是泰國 他說我去行過商場 都會被香港人拍到 他說很害怕 很厲害 這麼害怕 因為我認得你 所以連爸爸也認得 他說 為什麼會這樣 去哪裡都知道 有人認得他 噢 這個也挺好 對我來說挺好 但對他來說有點害怕 他說什麼時候有人會知道 我是在做什麼 噢 這個也OK 那去到 你中二三開始就讀國際學校 對 中一我只讀了一個學期 然後就入了國際學校 為什麼會轉的呢 我爸媽應該一早就計劃了這個 這個 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 其實因為廣東話 你不能學回頭 寫字 看字 是不可能去什麼 就是這樣鋪排 然後中學就讀國際學校 這樣 那在你的 那入到國際學校 你是不是會變得正常了 可能隔壁都有混血 很多混血 其實我很喜歡文化 因為你喜歡語言 一定會牽涉 牽涉 牽涉 Oh my God 會牽涉到文化 因為是相連的 那我很喜歡就是 國際學校裏面很多不同的國籍 那一班裏面就 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混血就有幾個 反而 混血 中法就只有幾個 但是他們就不會講中文 但是法文就留你了 就跟我相反 哦 因為沒有讀過 我只是 Local school 對 其實只有我妹妹和我 是Local school轉進來 其實是專門想你們學好廣東話 中文 懂寫懂看 之後就去國際學校讀 所以你妹妹的部分都是這樣 Yes 那她有沒有說她的語言 再好些 或者她的學學 我跟我差不多 對 那你有沒有問過 你父母是怎樣認識的 有 其實我的影片都有 最搞笑的是 一輩子都沒有跟我 講過全事實 然後在鏡頭面前 竟然我媽媽 對 原來就是 我就是知道他們是做事 但我不知道她和我媽媽是我爸爸的秘書 是 哇 典型那些很悲劇的情節 科士和秘書 對 現在在YouTube上也有的 竟然是這樣的角色 她認識我 對 所以 對 那你決定剪下去 她都說到這樣 是 但是她 她是小時候 她只是說我們做事認識 沒有說我爸爸的秘書 為何她在鏡頭面前才這麼搞笑 對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想過再繼續拍多些片 可能會有多些東西 對 知道多些東西 不是很害怕 我跟著問他們 我說 媽媽你現在英文都算是Jinglish 何況三十年前你英文 你怎樣溝通 然後她回答Body language 那一刻我就沒有管道 不再問了 搞笑 那你有沒有問你爸爸 為何又會喜歡你媽媽這些 沒有問 你有沒有問 我會問的 可能你會問的 我會問的 我都會問他們怎樣認識 我爸爸怎樣去追我媽媽 我想知道自己是怎樣來的 怎樣來 你自己 為何會生產到這個產物出來 起碼我都想知道我爸爸當初用什麼方法去追我媽媽 學習一下 學習一下或者知道一下 我很好奇 我得意 我只知道我爸爸 現在在Happy Valley 那間很出名的法國餐廳Amigo 大家知不知 我爸爸就說 他就是不斷帶我媽媽去那間吃飯 雖然沒什麼錢 但假裝得好像有很多錢去Amigo 到現在他們去 其實他也有一張相片 到你現在去 他們都會拍張即衝那些 那時候九十年代都有的 那就是一張相片 他也有創造過 就是在那裏追我媽媽 因為這個是舊式一些 而是出名的 當時是比較覺得 特別的 fine dining的地方 剛剛有一個重點 就是外國人的感覺 網絡 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但好像網絡總是有錢 那其實很多外國人 請回來香港 本身都個人工的 就是因為他們高職的職業 但是我爸爸不是公司請回來 他23歲的時候 即是Pocket沒什麼錢 他說聽到香港是一個好的 生意地方 就說我闖一下 嘗一下 不可以就回到法國 接著就是23歲到現在 現在六十頭 就是這樣 他自己生意做的 是 但是他沒有 他那時候 即是他講得這麼rought 那他來香港做什麼 就是搞 就是搞生意 就是一個 manufacturing的公司 就是家工 生產產產品 那些很悶 但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為什麼會選擇香港 不會啊 因為工廠 那去泰國也可以 工廠 中國內地 他那時候只是聽到香港 你知道九十年代 香港真的比較厲害 那麼多人過來的時候 那他也很大膽 始終是英文 即是他又不懂香港 那時候也不懂英文 真的很大膽 因為法國人不學英文 他真的豁出去那種 我試一波難驚的心態 是啊 他是比較生意頭腦的人 即是退休之後 都會想生意的事情 小生意仔 這些做生意就想一輩子 對 他真的是那種人 他都很努力 那你長大之後 有沒有去法國呢 我們就是每年的夏天去法國的南部 去探望我媽媽 即是過了生日 我們就沒有去 是 然後就是你工作 要Fashion Week 那些才會去 是啊 但是那個小小小震 在南部就真的到2011年都沒有機會去過 希望遲些多帶小朋友過去 是 是 那在這個 就是你剛剛也有提到 法國人是不學英文的 是 這個你是從你爸爸的經驗知道 就是你自己在法國體驗到的 兩樣都有 其實譬如你去南部 是一個人都不會懂英文的 就是不懂 不懂的 不學不懂 他們不覺得需要學 嘩 除非你去餐廳 那當然是習慣了有遊客的地方 當然會懂 但是我媽呢 例如按摩是完全一個字都不懂 小時候不懂法文的時候 都溝通不了 要用手語 手勢答舊 對 其實都遺憾 有一個小小的遺憾就是 其實我沒得控制 但是我現在法文算是可以溝通 我也希望他還在 他可以和我 聽到解 其實他沒有好好認識過我 因為我們無法溝通過 是 就是那時候很基本 是 那之後就長出來 你是不是很快都已經是 做 content creator 我就是大學第二年的時候 開始玩的 是 那 是 那就是大學第二年開始玩 那時候就是 怎樣開始呢 就是snapchat 那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snapchat那時候還是比較新的 有些人是snapchat story 這個IG story還沒有存在 對 我那時候snapchat也是玩story 還有一些effect 對 IG還沒有 我是接近零的 那時候我們玩了很少時間 但我怎樣發現呢 我喜歡拍片呢 就是看見那些人 story就是 story的食物 story party 然後我呢 就經常story我自己 在那邊說話 在那邊說笑話 然後我發現 不如我試一下拍一些 給外面的人 即不只是我十個朋友 都不理我 就是十個朋友 那時候就嘗試了拍YouTube 先的 然後開始連一些 在城市大學都有人認到我 我發現 上學都有同學認到 其他學系都會認到你 但那時候雖然不多 但那小圈子很小 那就是這樣開始了 然後就是畢業之前 已經在ViuTV做過主持人 我都覺得很突然 所以我覺得 比較特別 可能那個人像 我比起那個人像 是有點特別 那時候可能 多些人 快點去認識到我 那時候 那我就這樣傳職了 你本書裏面 有提到一些 我們叫做那些範疇 比較特別些 就是譬如 你怎樣認識你現在的老公 然後就是怎樣由零 開始去做 content creator 其實我覺得是 很有inspiration 因為有時候 我們經常見到就是 你見到那個人成功 你現在很多人追蹤 就會覺得 好像是你一生出來 就本身就是有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 不是的嗎 是啊 我們就是這樣覺得 就是會 原來事實 你是我生得那麼英俊 那麼美女 我德關人跟你說營養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不記得了 可能你有機會 就是要經歷了很多的障礙 又遇到很多困難 因為我很記得 因為你本書 雖然編輯做 但我都會看的 就是我都會看 你有些什麼要說 我看到就是 原來你曾經是 真的為了想要搬出來住 是要很努力去賺錢 自己存錢 然後就由小小的地方 在旺角那裡開始 我覺得這些是 很貼地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 你很想成功 但是不會說 我想成功 你什麼都不做 就成功了 是不會的 就是怎樣去第一步開始 認識我的時候 已經覺得成功了 其實因為 很多人都覺得 鬼妹一定是家人給錢 我都想 我都想 那些鬼妹 就是那些鬼妹 就是那些鬼妹 我都想 其實我就是 當然很privileged 就是他們供我讀書 我讀大學這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有 我真的很感激 但是我真的 其餘的東西 就是自己出來 他們一毛錢都沒有再 即算我想 但真的沒有 那我怎樣呢 就是那時候 又是用我的語言 去想 我怎樣可以賺錢 或者讀大學的時候 又不是太辛苦 我讀那一科 每天都有些少少時間 我就是每天拼命去做 算是一個補習 但是是一個少少 baby sitting slash補習 我就是跟小朋友 大概兩歲 就一邊玩一邊講 一邊講 一邊英文一邊廣東話 視乎那個家人 他們想教哪一種語言 這樣就儲了幾年的錢 去跟Dan搬出去住 就是旺角 二百多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開錢 對 那時候也覺得 我應該是三十幾歲 都未做得完 就是搬出去 但是我記得 就算我肚子餓 我也是很感激 有一個家人 可以回家吃飯 但我也是不會 七仔買十元的長製包 我才能頂到回家 我才吃東西 這樣吵吵吵吵吵吵 是的 我有時候都會忽略 忘了其實我 是怎樣開始 我記得你有一個細節 就是說 譬如因為地方小 那時候剛剛搬出來家 你是說就這樣拿電話 就黏在牆壁 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家的時候 因為當時沒有 Tripod 也不知道 那些腳架 真的用膠紙 黏在牆壁 就是我第一條 第一兩條的Youtube 就是這樣拍回來 還在那裡 還在我的頻道 所以我就說 其實 我厲害很多 我有腳架 一你已經有腳架 打光燈 打光燈就沒有 打光燈都沒有 你有腳架很厲害 有腳架很厲害 之後呢 之後呢 我自己拍Youtube的時候 我有其他同事 各樣 我也有一個同事 他在香港大 但他英文很好 因為他從小到大都多 跟外國人玩 他的英文都挺Native 那我呢 我有提議過他 其實你拍片可以講英文 但他真的太喜歡講廣東話 我不喜歡講英文 我懂不懂的 那個同事 阿梅 對不起 因為原來是 我們之前有另一位的主持 原來是 我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他英文是Native 很厲害 不知為什麼 是可以有口音的 但他明明是 又不是家人 又不是有手帶 他語言天分很高 我認識幾個朋友 全城都在讀中文 本地學校 但是英文呢 因為看Friends 那些 說得很好 就是看電影 看電視 但他們突然說 我不是去過英國讀書 但不是 所以有時候 你們都要勇敢地去試 是 所以我就 所以我們應該要講英文 我也是去過程車 去過程車 去過程車 那段時間去過程車 去過程車多會好一點 因為 沒辦法練到 你哪怕會叫東西吃 什麼東西 問路 任何都要過英文 那是好一點的 但一回到香港多 就有打擊 到說不到了 但在外國內 一兩個禮拜會好很多 之後呢 我知道拍Youtube說英文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即使你們打回香港市場也好 說回英文也好 你的意思是因為可以達到國地 第一印象也好很多 覺得你會高端一點 真的嗎 這是第一次聽 會呀 會呀 例如我自己也有些感受 今天主角是Lu 我試過搭的士 可能跟朋友聊天 廣東話會說粗口 我自己也很不褻 然後可能我工作要說英文 聽電話 我會說一堆英文 我自己的態度突然不同了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不止一次 如果你說英文說得好 香港人會很自然覺得 你就是屬於一些所謂的高級一點的人 會有這種觀感 到現在也是的 你試試我的影片 講營養的那些 因為都有些珍儀性 你試試我英文說的下面是小九成的Hater 是啊 而且如果你說到英文是沒有什麼香港人的口音 他就覺得你是很有學識 很有可信性 反而我聽過是相反 聽過是不喜歡扮ABC 不是扮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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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為他們自己夾機就知道 你那些叫JM通 是什麼 糟了你不知道 JM這個字是不太重要的 簡單說是有些多女生 男生是比較少這樣的 譬如說話 整個英文他未必可以說到 但是很喜歡職格 其實呢 那些 這樣就不喜歡 沒錯 一定是全程 他們就會覺得這些是叫做作作 很造作的 這樣我就會覺得是 嗯 很難討好 其實都 但是有一堆 現在比較少的 尤其是這些 這類型說話的被人笑完 大家都不會 不敢再這麼容易表露這一面 不如我完全用完廣東話就算了 對 如果又不是不懂廣東話 對 因為你不像 比如說電郵 又不需要刻意 我發了一個電郵給你 如果發電郵就發電郵 有時候他們很奇怪 真的突然間都要加插一個英文字 你會覺得有少少奇怪的那個位置 大家就不太喜歡那種風格 是 但是這個也可以說一下 那你在香港認識男生有沒有 是的 這個我是很有興趣 我會覺得應該處於一個瘋狂的狀態 就是海量DM 海量追求者 英文的 就算現在的內容 都看到我 是怎樣怎樣 結婚有成都會有DM 但是是英文的 都不會是 不是本地 少 不是是本地 但是他會用英文來看 是的 或者少一些 local local local的人 始終看到我 我覺得我不是 可能他們有個心態 就是 就算想接觸你 但是覺得 我英文好像不太好 我怕 我也覺得應該不會成功 所以我實情是 連CM都不會 我最多就是收到 做個朋友 但我也不知道是否 那些是 那些都是狗說的 做什麼朋友 神經病 我真的會有收到的 其實是很多女士 不知為什麼 RG經常都會收到這些訊息 男士是否比較少 會不會有人問你 從來都沒有 說真的 從來 從來都沒有什麼 男生找他 不是 有男生找過我的 真的嗎 是 但他是完全性騷擾 即是那些 我幻想你 不是 我幻想你穿著西裝 然後不斷 這樣 那些 但是 有沒有女生 表達 即是向你表達 愛意 DM你 是他發聲 我每天都發聲 不是說笑 每天都發聲 每天都找個人來騷擾一下 女生是一兩個 而且是匿名的 噢 即是看不到樣子 又不知道真的是count 還是count 是你的朋友 他講到 你經常都不講一下 你的條件 你怎樣讓人知道 我會不會合理 不知道會不會講這些 好奇怪 那時候我是在單身 那我就心想 我說 那你都給我看 你的樣子 你美女 我都跟她講下去 但她幹什麼鬼 你又 你又拿個假帳戶來玩 那我沒有理過她 就是這樣 但是一兩個 那男女是真的有分別 因為女士 我認識其他的女生朋友 他們IG都說 經常都是一樣 都是收到很多 就是 可以做朋友 所以我覺得 我是認識 蛋哥是Tinder 認識的 很多外國人 就好像沒有這個 角度 但香港人覺得 是交友app 便宜 但其實IG和Tinder 認識有什麼不同 都是 對 除了你 對 IG還是全面一點 看到你所有的東西 其實那個觀點 我覺得挺搞笑 是搞笑的 你不知道她的平衡點 是怎樣會覺得這個Tinder 是很negative 雖然我知道現在Tinder 是很多fake profile 多了很多app 但八年前 真的只是Tinder 那時候 雖然那時候 真的只是用你交友app 但無論如何 那有沒有跟香港男生拍拖 其實 最搞笑的是 我一開始拍片的時候 幾年前 我的照片真的比較shake 我媽媽看的照片 我真的很喜歡 對 那時候真的比較sexy 那時候 差不多天天 爆訊息 不是 人們會問我 你會不會收 hate message 我就覺得 我的hate message 那時候就是 我只會跟外國人拍拖 你有沒有跟香港人拍拖 肯定沒有 什麼純陽 那樣 我就很堅持 沒有說過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要回答這件事 為什麼 就算我跟你說 是 我是有跟香港拍拖 或者其實蛋哥 是我第一個 鬼佬的男朋友 對 這是事實 但我沒有回應過 也沒有回答過 繼續去 被聯絡他們 繼續發派 我覺得很搞笑 其實 我倒截了這個 所以現在 我第一次去分享 我覺得很珍貴 我覺得 Dance 是我第一個 第一個男朋友 是香港人 雖然說英語 都很厲害 因為是國際有效識 但是是香港人 雖然我小時候 十幾歲 但是 不知道 我覺得 人們有這個觀 一看到我同學 現在是一個英國人 就會覺得 你一定是 不管我們香港人 對 他們就會這樣覺得 香港男生 不配得起你 那些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什麼分別 性格 即是文化 上處 那 始終他 雖然是個人 但 即是他也是香港人 即是你現在 不不不不 我講香港人的男朋友 是個人 但他也有那個外國的 其實始終我 我怎麼看呢 就是 我和我媽媽和爸爸溝通 始終永遠是有限 因為他們的英文 不是他們的母語 我和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掙扎 或者不理解 因為我們溝通 不是100% 明白 很多人很少人 和家人有這個問題 如果我已經 全世界人 和家人有這個問題 我怎麼可以和我的夥伴 都有這個問題 我很需要 那個語言 和文化 是100%合適 就是我 即是我 我爸媽就可以 不合適 他們可以 我可以 破壞英文 去溝通 他們可以 但我就不可以 所以 即使你香港人 什麼人都好 我都試過和印度人 好像一年半 但文化和溝通能力 和我一樣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的條件 例如跟你一起 成長背景 就算是 語言 一定要完全可以溝通 對 即是不可以 我要鼓你說什麼 不可以吵架的時候 我要 要想 想不到 那不如怎樣去答 所以就是這樣 即是你吵架是用英文吵架的 我覺得 我去表達自己 是英文最舒服 哦 是 是 沒有試過和別人用中文吵架 那我媽媽 哈哈 就是一輩子和媽媽吵架 就是用中文吵架 因為都 我比較不到 然後你知道廣東語 是比較 可能有時候 是不是含蓄一點 我不知道 很多字都不知道 就是這樣 所以我夥伴就要一樣 就是明白我的笑話 我也明白你的笑話 那她是長期待在香港的 你說我蛋糕 對 她在香港大 哦 是 那她懂得說廣東話 就是這件事 好搞笑的 我第二個hate的category 就是hate on蛋糕 為什麼這個在香港土生土長 什麼廣東話都不懂 這不是香港人說的 因為香港人完全明白 那些外國人去過就學會是不懂的 是真的不懂的 是那些外國人罵阿蛋糕 因為他們完全不明白 他們不知道香港是一個相遇的國家 是 你可以完全不懂廣東話都生活到的 對 這個他們不明白 所以我都hate 但是很有趣 你們拍的那些片 就是IG 我就經常見到 你們那些互動的片 很搞笑 但是你們是會 我也想了解一下 譬如你拍的片 你們真的會本身之前想要創作 還是真的有時候 生活上剛好發生的搞笑事 才知道 不如我們拍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商業秘密 不是 很多一片都是 生活點滴 去拿出靈感 但Dantony 我第一條爆的片 就是 都是這個概念 就是 我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只有八百個人追蹤 我也在穿睡衣 因為只有八百個人追蹤 就是我說一個詞語 然後Dant重複 變成粗口 可能蘋果 他就說了 我都忘記了 但這條片 三天內有100萬 那時是神經病的 有這個數字 覺得很厲害 突然爆了出來 一晚就好像三萬五萬追蹤 看到那個K字 是不是很開心 對 是難以自信 看到那個K字 現在很難去想像 現在很多人都 好像好而好多的感覺 但這麼多年前 是不一樣 所以 這條片去開始 其實是我的Journey 就是Dantony's 那是否覺得情侶拍片更開心 因為你有試過自己拍片 有試過情侶檔拍片 我大部份都是自己拍 跟情侶有時可能會覺得 嗯 可能都開心一點的東西 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點滴 我覺得那些互動很搞笑 大家的反應 那誰剪的那條片 我自己剪 情侶拍的那些都是你剪 是 他只不過是客串 客串的 但我看到有很多view 他最搞笑 他們一起拍的那些片 那些view數很厲害 神經病 神經病 二百多萬是甚麼事 但最搞笑的是 四百多萬 就是很多片 都講廣東話 亦都有字幕 亦都留言 都是答人用廣東話 但那些人都會問我 其實你需要看 需要寫 我可能會覺得 你背後是有人幫你寫 我想 永遠都是由那個 那個認同點 永遠都是答不到 你是正宗的香港人 那個是 因為我的外表 等等 那你 職場 他職場在那裡看 唐看是好看 這個 生了小朋友之後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他的讀書 是不是好像你那樣 小學就讀 俗學就讀 這個我們正在考慮 始終 錢方面 說讀中文 對 錢方面 但是 然後在想 我覺得 他很需要 跟我一樣 懂得看 懂得寫 其實只有一個方向 真的要讀中文學 讀 但他的樣子會再 更貴 對 他只有四分一 而且你本身也沒有 你看到的樣子 沒有一半是華人 我覺得你 其實是偏向外國人 不是 我小時候像馬來西亞人 我覺得 是嗎 我看你的照片 我都覺得是 八成的 八成的 其實真的是 八成 因為你連眼珠都不太黑 不知道為什麼 是正確的 連眼珠都不太黑 這一下 搞不定 所以 所以 再看看是怎樣 那你現在看到你的寶寶 就是 他的樣子已經是 就未知了 在那裡 在那套 看不出來吧 你不是看不出來 你以為他已經刪了 已經刪了 因為很健康 我說完全是沒有水腫 十二月刪了 因為我就是在看 他有拍一些大肚照 那應該刪了 因為你這樣坐在那裡 真的會不覺得 是啊 因為他保持得挺好 搞不定 他保持得挺不好 他保持得挺不好 拜二又是約智 我想還有一個半月 衝刺 到時再看看他 其實因為我爸爸 是藍色眼睛 然後我蛋哥是綠色眼睛 其實 不要叫我算數 也有機會 再看看他 也挺特別的 但肯定我會跟他講 那你媽媽呢 我媽媽是香港人 她應該是黑色眼睛 是啊 然後 我想周過賢首歌 那天有點懶 你繼續說 不好意思 木嚇 是啊 那你的眼睛 正常呢 其實膚色也是 和眼睛也是 眼睛 眼睛是更明顯的 如果父母 其中一個是黑色的話 通常都會是黑色 因為它是主持人 但是你又不是黑 又不是綠 所以我期待你的寶寶 所以 要看看怎樣 如果是啡加藍 現在是啡加綠 啡加綠 啡加綠 你爸爸是藍色 對 但是蛋哥是綠色 啡加綠 會是什麼顏色 對 五色 其實不會混 要麼是啡 要麼是綠藍 我看有些是兩邊不同 這個很極端 很常 是呀 超罕有 是 這樣 但是 但是 我怎麼知道 我一定會和我小朋友 寶寶說廣東話 因為我有兩隻狗 我發現 訓練他們的時候 你一定會說 你做什麼 你會變成我媽 我知道 是不是心心 心心和我一邊 我已經和我小朋友 講廣東話 是 很有趣 那麼 你們 計劃生育的時候 有沒有想想 她的日後發展 那些 除了剛剛那些 讀不讀local school 真的 我們很輕鬆 太輕鬆 我覺得香港人來講 不可以這麼輕鬆 我已經認識另一個 快要有BB 她已經在講 學前班 我第一次聽 小B 大B 和超大B 我第一次聽 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都不知道 不懂 我也覺得好一點 但就是關於你是哪個月份出生 年初出生 年初出生 年初就是大B 那你就有大機會給學校收 因為你會聰明一點 因為你已經被人大半年了 在小時候的話 你的進度快很多 十月至十二月出生 一定是小B 是啊 但是我應該是 小B 或者是超大B 我也不知道怎麼計 但我第一次聽 然後他們會說 有些學校是這樣計 如果你要看這件事 否則他們會退步 或者覺得不聰明 就不收你 太大壓力了 不要再說 因為我們不是父母 所以完全是不自由 這些詞 然後我快要生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 算了 我還是想順其自 因為其實始終 看回我以前的朋友 誰是全部A 但一看他們現在 可以不開心 或者做事是怎樣 又差很遠 是啊 其實讀書不是很厲害 然後變回 就OK 是 我也是想他們開心 香港已經很大壓力了 是 但如果在香港的行業 我覺得做 content creator 算是挺好做的 以我的個人經驗 因為你也是成功 成功了的人 就會覺得很容易 是不是 那你覺得很容易 就是你 我就是不成功的 我都沒有做 我都沒有做 Ig片 香港是一個小圈 是比較小的圈子 是 如果有人認識 就 可以繼續持續發展 是 那你接下來的事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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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全部可以說出寶寶的事 是 我不想完全是寶寶的事 但很難 因為佔了你的生活 很大部份 但其實我 和去年很大對比 我去年是在Fashion Week 巴黎 我都知道今年我是有機會的 如果不是 就快生了 我都希望可以做Fashion的事 明年 還有 其實我喜歡 你也知道我喜歡 我的Ig片 我都是 好像在拍電影 我是演戲 有演技 我很喜歡 希望我可以有些機會 拍攝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極端stereotype 就是法國人的Fashion sense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呢 我覺得他們好一點 是不是黑在DNA上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他們比較高手 不知道 在芭蕾真的很好看 對 還有他們不是刻意 要配搭 好像你覺得很隨便搭 但他又有那種很型的感覺 對 喜歡吃芝士麵包 都好像很漂亮 對 他們的麵包 是不是酸種麵包 還是不是 那時候 不是 我吃普通麵包 我都覺得好吃 Croissant 也很好吃 Crois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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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很多牛油 但他們都 我想他們的 diet 跟美國人不同 就是少一點 炸菜 炸菜 是的 我這次在意大利 都吃到一個意大利版的Croissant 意大利版是何來的 意大利版 他不是牛角形 他是圓形 是圓形 是圓柱形 就是圓形 是圓形 扁扁地 完全跟Croissant 對 因為他那裡都是那種皮 之後他再加多了牛油 加了鹽 我覺得很好吃 裡面再更多牛油 本身有什麼牛油都很好吃 是嗎 都是 但我都是選蛋撻 菠蘿油 看你又拍過片 對 我有間很好吃的菠蘿油 可以推介你的 那些豬食 我只吃過一次的菠蘿油 我喜歡這隻菠蘿包 Oh my god 不知道 整個口是否會很油膩的感覺 是 不會的 好吃的那些不會 我推介一間給你 真的很好吃 我都 我又介紹小麥 又很健康 我經常都很想去吃 不是啊 你有QA 你今天瘦 你天生瘦底 我剛剛在意大利回來 是肥了 肥了 肥了在腦袋裡 之後我用了一天時間 就瘦了 怎樣 就是你一不吃小麥 就會去水種 是啊 還有是有些人天生 體質不同 很明顯就是 一生出來就瘦底 我是一些種 很容易種的狀況 我就是很喜歡吃飯 我其實很想問 我有代替其他女士問 你真是 何寶寶已經快要生 但你真的保持得很健康 你是不是也有繼續做運動 我想這個也是 DNA來的 是很難說的 可能我明天就會水種 真的不知道 錯誤 我們說 錯誤 其實 你這個真的不行 好像每個人都說 為何白兵你這樣做 可能我明天會胖 其實這個真的 你把他出去打 我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其實華人已經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經歷 再說回身材 其實會令其他水種的孕婦更大壓力 所以我覺得 但你就是什麼都吃的 尤其是這段時間 我是在聽著身體 那現在 終於吃東西是享受的 我都不想再解釋 第一、二個階段 正常的海蒙都很暖 吃東西就是什麼都不適合 最搞笑的是 我現在差不多八個月 那 我最喜歡的食物 變成我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完全改了 後味 我以前是 敬喜歡壽司 和敬喜歡雞翼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可能身體說 壽司你沒有吃生的 雞翼是不是多賀爾蒙 所以身體 但我身體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 是 或者是因為你最喜歡 變成你最厭的東西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應該 口味正常了嗎 還是還沒喜歡這兩樣東西 噢 因為賀爾蒙都很暖 是這樣的 但是我可以吃一頓飯 然後享受 所以我還是照樣吃 是 是 我喝下的上奶湯 你有沒有喝過 上奶湯 上奶湯 不是 正常大老婆可以喝魚湯 正常喝魚湯 之後去到 我想應該生過之後 或者生過之後 好像要吃薑草 薑草這些東西就是習俗來的 沒有什麼特別 很有營養各樣的 在那個時代來說 是有營養的 但是 然後我媽說我要沖 薑 薑 薑水 不是 沖薑水 不是沖涼要用 薑草去俱風 是 就是這樣 我媽會做這些 幫我 之後就 生完之後就喝上奶湯 就是餵嬰兒 噢 上奶的意思是這個 明白 都有這些 不過算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在哪裡生 有百種生法 有水中分娩 又可以在太空上生 很多 香港是沒有太多選擇 因為始終香港的高樓大廈 外國現在很流行 home birth 是 在家裡有一個池 水池 但是如果在香港這樣做 有什麼突發的事情 他們怎樣上升降機 如果有這個問題 就沒有這件事 所以我也不想 因為第一次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也有一個朋友 在家裡站 即是不小心 不是 特意 特意在家裡逃了一個池 回來 沖氣 再放水 應該不是第一個嬰兒 第一個 他很勇敢 很勇敢 其實這是人們說最無痛 因為在水山本身 我當你沒有任何特別科技 在水山已經是一半了 而且那個嬰兒衝出來不怕 在水裡 你不用摺著牠 不用摺著牠 還有姿勢 其實你用回地生吸力 用半毛就好過躺在那裡 很多這些 我去看西片 就會知道 因為有些西片 那些電影 會有一些情節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原來是這樣 其實最普遍 睡在那裡 是最辛苦 其實是方便醫生 還有那些人說 那個歷史從哪裏來呢 就是法國的 King Louis 就有這個癖 是不是叫癖號 好癖 癖號 去看他的女生 去生孩子 去生孩子 其實都不符合排便的那樣東西 應該是腳高一點 但原來生孩子這樣睡在那裡 是這樣來的 其實 你作為法國人 不是很有沉筋的感覺 但我以為香港醫院 不會有這個 新的想法 我用回地生吸力 但其實很多人都被你剪刀 你想去哪個位置 那多好 他們不會逼你 一定要睡 好好 但我們突然說 我們由你小時候趕到去生孩子 生孩子 整個人生過程 其實本書說得更多 那要買啊 當然要買 我們放在那裏 本書裏面有沒有照片 有很多照片 有很多照片 我們今天沒得談的事 都給大家驚訝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然後 買這本書 還有因為有禮物送的 我過來留一本給我 有禮物送的 有禮物送的 我之前那些全部都沒有叫你留給我 是呀他沒有叫我留的 說真的 你可以看回之前的全部集書 在網上 他不是在你面前 很恭敬 他想看照片 他真的從來沒有說過要有其他書 但是這次他就說要一半 要一半 是呀 好耶 還有我想說 因為他經常會問我 為何會邀請這位朋友去出書 為何呢 我其實現在有個方向發展 就是我要邀請一些 我的年紀生得他出的人去出書 我生得他出的 因為 我有計過 我真的 現在越來越穩的作者 都是這個追向 就是我要向這個年輕化 進軍這個年輕的作者 我也很開心受到你們的邀請 可以做這個項目 就是今年好像有兩個大項目 本書和寶寶 你那個寶寶 他遲些有這本書 我覺得很特別 即是同一年出生 對呀 差不多時間出生 對呀 差不多時間出生 十月尾就有本書 然後你隔一個多月就生寶寶 好 今集差不多 多謝大家上來接收 多謝 多謝 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